哈囉大家好 我是吳瑋 來這個 前幾天在高雄舉辦的 台灣魔術王快挑戰賽剛結束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當裁判 在這場比賽裡面 因為這場有200多個人參賽 100多個新手 那其實有蠻多新手 他們都很樂意去擔任裁判 這一點很討厭給各位一個掌聲 在你當裁判的時候 你可能會困惑 為什麼顯示器上面寫的是 小數以下三位 那我們只要記兩位 以防萬一你也可以記三位 那不要緊 WCA規定 因為在早期的計時器 我們沒有那麼精確 所以那個時候是小數以下兩位 那WCA在行程的時候 就把這個規則寫進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記錄成績的時候 如果你第一次當裁判 請注意喔 你就是記小數以下兩位就好 當然你如果不是很有把握 你可以把三位全部寫完 無所謂 我們最後在上傳成績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會登記兩位輸 記錄成績是兩位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在計算平均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小數以下第三位 無條件捨去了喔 就是小數以下 一樣是小數以下兩位 可是我們會在第三位那邊 去做四捨五入 這個是在計算平均的時候 會有四捨五入的動作 但是在記錄的時候 則是第三位無條件捨去 舉個例子 好我們的丁丁老師有一轉的成績呢 他是 這個樣子 來 好平均起來的話 他就是 9.84666 可是在 最後上傳的時候就會被四捨五入 變成9.85 有沒有 就是他多了0.01秒這樣子 好那另一個對照組 就是我們的 尼君寶尼 常常在櫃上那邊 帶班的這個尼君寶寶寶 他的 他有一轉的成績 平均起來 剛好被整除成9.85 以上就是這兩個對照組 還蠻有意思 所以這邊再重複一次 你是拆判 你在紀錄的時候 你可以計小數以下兩位 可以計小數以下三位 但是你不要 擅自幫他做四捨五入 在紀錄的時候 小數以下第三位 是無條件捨去 好但是在計算平均值的時候 小數以下第三位 要做四捨五入 因為一樣最後會顯示是 小數兩位的成績 OK 趕快分享出去給 還不是很熟悉規則的 新手朋友吧 掰掰